大家好,我是可江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谢谢 血管是身体中广泛分布的管道 血管的主要功能是运输血液以及营养物质 同时还能够有效地将体内多余的毒素和废物 排出体外,维持身体内循环 当血液在心血管系统管内剥落形成小块 影响血流时,即可被称为是血管堵舍 生活条件提高之后,饮食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是吃得好,穿得好,花样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却增加了人体的血管老化概率 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导致血脂升高 血管当中也会更容易出现血栓 导致血栓形成的原因有 1.心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心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多建于 风湿性和感染性心内膜炎 心肌梗死区的心内膜 严重的动脉周样硬化,斑块溃疡 创伤性或炎症性的动静脉损伤部位等 缺氧,休克,败血症和细菌内毒素等 引起的全身广泛的内皮损伤 激活灵血过程造成迷散性的血管内饮血 在全身微循环内形成血栓 2.血流状态异常 主要指血流量减慢和血流量产生 漩涡等有利于血栓的形成 静脉比动脉更容易发生血栓 常发生于心力衰竭 久病和术后卧床患者 在二肩半狭窄时 左心房、动脉流泪或血管分支处 血流缓慢以及出现 窝流时也亦发生血栓形成 另外血栓还可见于其他原因 建议有异常不适情况 以及时去医院就诊 在医生指导下 积极配合相关检查和治疗 以免耽误病情 血栓形成后 身体会有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第一,腿部以及手臂肿胀 当身体有血栓时 血液会发生结块的现象 影响到腿部以及手臂的血液流通 最终造成肿胀、发红和疼痛 第二,胸部感到刺痛 肺部出现血栓堵塞的情况 会引起胸部疼痛是一种刺痛 并且会随着呼吸的频率 表现得更加痛 第三,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血栓过多会给肌肉造成影响 导致口腔附近的肌肉功能不协调 因此,如果身体有血栓 在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 而且口水总是朝某一个方向流 是经常性的眩晕 当身体有血栓时 早上刚刚起床后的一段时间 会感到眩晕 此外,血栓患者两天之内 会有五次以上眩晕的状况 或者在洗澡之后也会感到眩晕 第五,麻木 睡酸患者血液流通功能受到阻碍 血液流通速度变缓慢 甚至会出现缺血的情况 而在一定的时间身体某个部位缺血 这部位就会变得苍白且温度较低 会导致麻木的症状 血管的清道夫发现了 芹菜排第三,第一,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七,黄豆类的豆制产品 黄豆以及豆制品类的产品中 含有的8氨基酸,33种维生素 植物性雌激素,抗氧化剂 微量元素以及溶性丧食纤维 紫溶性高纤维素都能有效地 控制粘稠性血液以及血管壁中 累积的脂质类物质和血糖性血液 调节肠道对低密度脂蛋白和脂类物质 以及胆固醇的吸收效果 加速体内的新陈代谢 利用肾脏过滤功能将血管壁中的毒素 垃圾物质随着料液排出体外 第六,苹果 依据血管专家和养生专家指出 在当代临床上 苹果中含有15%至20%的碳水化合物 30%以上的水溶性善食纤维 果胶以及黄酮 钙元素 心元素 铭元素 零元素 甲元素 以及多种维生素 有效参与体内各种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 苹果中含有的水溶性善食纤维和果胶 以及多种营养物质 能够避免老动脉周样硬化波动的风险 所以临床养生专家 占预为排泄血管当中垃圾毒素的主要参与物质 第五,胡萝卜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吃胡萝卜可以明目预防厌蛮症 但是却不知道它有清血管垃圾的作用 胡萝卜中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 还有叶酸、果胶和膳食纤维等等 胡萝卜中含有胡皮素和三奈酸 这两者是其他蔬菜没有的 食用之后可以降低血压和血脂含量 而且胡萝卜中的生物甲对血管内的垃圾 比如胆固醇有着清理的作用 第四,玉米 一连一度的掰玉米时节就快要到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玉米是老百姓餐桌上的杂粮 也是血管健康的保护神 玉米里面富含不饱核脂肪酸 尤其是60%的压油酸 血管堵塞的人群可以每天吃上一些玉米 可以减少血管中的垃圾堆积 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第三,芹菜 芹菜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 也富含多种维生素成分 摄入体内能够增强肠胃蠕动 加快体内多余的毒素排出 可以改善自身基础代谢的能力 在芹菜类营养物质的作用下 血管能够变得更加的通透 促进血液的顺畅循环流动 减少出现血栓的概率 并且吃点芹菜也能够发挥清热解毒的功效 受到高血压影响的人群可以多吃 能够一定程度改善症状 第二,洋葱 洋葱作为日常生活常见的一种蔬菜 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富含维生素A可以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循环的阻力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 对于降血压,降血脂 防止血栓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 洋葱所富含的二锡饼基 二硫化物以及硫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有辅助降低血脂,抗击血管硬化 排第一的就是茄子 茄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P 可以保护血管,降低血压 维生素P是一种环同内化合物 有助于增强细胞间的连着力 保持血管弹性,帮助软化血管 从而使血压下降 除此之外,吃茄子还可以减少毛细血管的脆性和渗透性 防止毛细血管破裂 对避免小血管出血有一定的作用 以上分享的七种血管清道夫 是血管防治和临床效果专家 经过多项研究数据发现的滋养食材 根据自身临床机制以至血管波动性风险 来选择符合自身的降脂药和食物 对于血管的通透更加有帮助 好了,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评论、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